法律是改革人民求婚的一种方式和出大 但是在银海地区 关于法律的上官主管是非常欠缺 为处买到上公诉 为7月份开始 丢邀请本身也是婚宁人的论书林业康 来公诉镜主 免费提供民众做主寻博物 时间在每个月的第一至第三的礼拜三 会保一点半到三点半 但是有需要民众一定要拔机会 法律是改革人民求婚的一种方式 但是在银海地区 相关的主缘非常欠缺 为处买到上公诉 从7月份开始 杜邀请本身是婚宁人的职业律师 林业康正来公诉 免费提供民众做法律主寻 是一个法律顾问 然后他帮我 我来请教他 帮我处理 目前民众会有关于土地的相关问题 因为银海地区有很多荣食 土地都是一代团一代 所有款的归宿非常乱 在这里 陆思买提供民众 全部都要以当初定期的资料为准 有定期才有尊胜 有的是阿公阿嬷老了来 爸爸老了来 正常说好就好 说实在 他现在的法律 土地是要定期的 定期的 这准处算 如果说话这都不算 所以现在就是说大家一定要确定 你的土地在哪里 这个权利医务到哪里 这一定要定期的这准处算 目前主寻的时间是固定在 美国的第一和第三的礼拜三 会保一点半到三点半 无关是什么问题 只要是法律相关 都总可以来做顺问 我们乡长考虑到就是说 我们乡民针对那个法律部分的知识 或根素养比较不充足 那一般乡民如果针对法律上有问题 也不知道到哪里去询问 特别安排了这个贴心的服务 就是邀请到林亦凡律师 在每月的第一周跟第三周的下午 一点半到三点 在我们公所二楼的会议室 提供免备的法律咨询 法律对一般人来说 那是没有特别需要 是较不去接触到 所以普遍大家这方面的地势较不足 现在有了律师免费来做服务 不可以解决问题 也会让民众更加了解法律 去吃丹业华 彩虹报导 去吃丹业华 彩虹报导